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的高管近日表示,随着5G在大份额预算市场的渗透率不断提高, 预计将引发一轮替换周期,第五代5G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有望在今年超过4G。 三星公司MX行动体验业务副总裁Edithir Baber表示, 这家韩国公司不仅在预算类手机中提供5G支援, 还引入面向印度的创新和功能,来使其产品与众不同。 最近从三星高级总监升任的Bobber说,公司有一个激进的销售目标, 即在接下来的12个月至15个月内销售200万台新推出的手机。 Bobber说,从2024年的发展趋势来看,5G将成为最大的需求中心之一。 5G的普及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这将引发大规模的更替需求。 他补充说,今年可能是5G手机销量超过4G手机的第一年, 分析师预计5G和4G手机的比例为65比35。 为了顺应潮流,并与vivo等公司竞争, 三星在印度推出了一款售价12000卢比的5G手机, 并声称这款手机拥有更好的显示荧幕, 更大的电池和4年的软体更新, 在竞争中胜出一筹。 尽管大多数手机出货量预计将是5G, 但Bobber表示,4G仍占市场的很大一部分, 三星不会很快淘汰4G手机, 并表示,该公司将继续在所有价格点上进行布局。 在谈到行业趋势时,Bobber称, 随着5G的发展, 高阶化将继续推动印度市场的升级, 100美元的客户正在升级到150美元的价位。 以此类推, 消费者正在升级到更好、更强大、 寿命更长的技术、安全性、 大容量电池和即使在刺眼阳光下 也清晰可见的显示荧幕将成为手机成功的要素。 另外,三星资讯网站SandMobile提出了 即将推出的Galaxy A系列的可能性, 其中包括首次随Galaxy S24系列推出的一些Galaxy AI功能。 随着新款Galaxy A系列发表时间越来越近, 业界对中间手机型号是否会配备三星Galaxy AI功能的预期越来越高。 三星电子行动业务部门负责人 1月份曾表示,要在今年年底前将Galaxy AI引入三星一部Galaxy设备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星还将为之前的型号提供软体更新 以支援Galaxy AI。 近日,三星已宣布将推送Samsung One UI 6.1版本更新, 为更多Galaxy设备提供Galaxy AI功能,进一步推进行动AI的普及。 而据SAM Mobile推断,三星即将推出的A系列或将采用Android 14和One UI 6.1作业系统。 今年1月,三星发表全球首款AI手机Galaxy S24。 该系列手机在韩国开售期28天,销量便突破100万部,刷新S系列手机销量最快破百万记录。 据介绍,Galaxy S24系列手机搭载的Galaxy AI,面向翻译、搜索、影像等三大高频场景, 打造极圈极搜、通话实时翻译、同传、笔记助手、转录助手、生成式编辑等多项AI功能。 AI无疑已成为手机行业发展的明确趋势。 据报道,苹果每天花费大量资金来训练人工智慧,内部已宣布十年造车计划终止, 并将大量员工将转向AI项目,据传下一代iPhone手机将搭载生成式AI。 中国手机厂商也纷纷拥抱AI,魅足于2月中旬宣告将停止传统手机新项目,All in AI。 同日,All Pro创办人陈铭勇在一封内部信中称资源将向AI集中, 并称AI手机也将成为既功能机、智慧机之后手机行业的第三阶段。 而随着三星,Galaxy,AI加速普及到手机等更多终端设备,将有望推升,AI手机渗透率加速增长, 带动消费电子产业链迅速开启新成长周期,包括ODM、存储、镜头、主晶片等产业链企业均将受益。 据了解,三星在中国有很多合作伙伴,其中,文态科技是其最大的手机和平板ODM整机制造商。 过去几年,三星代工一直落后于台积电,其半导体晶片的效能不如台积电生产的晶片。 据报道,三星计划使用挥大基于Omniways平台的数位孪生技术来赶上台积电等竞争对手。 三星将开始测试挥大的数位孪生技术基于其Omniways平台, 以提高半导体晶片制造工艺的良率,缩小与台积电的差距。 数位孪生技术有助于创建现实世界对象的虚拟副本, 然后利用人工智慧、AI和大数据分析预测潜在问题。 如果这项技术应用于晶片工厂,可以显著减少产品缺陷与不良品, 提高良品率。 报道称,回答于3月下旬在美国盛核赛会议中心举办GTC会议, 包括三星在内的多家科技公司参加此次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三星电子DS部门创新中心执行总监Sik Zhenyung上台发言, 介绍其寄予回答OMNABUS平台的数位孪生半导体晶片工厂。 三星还可能公布将于2025年开始数位孪生试点营运的计划。 三星的数位孪生半导体工厂将达到L5级别, 即数位孪生智慧工厂的最高级别。 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荣对辉达的数位孪生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该技术被视为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未来。 它可以帮助提高产量并降低风险。 据Transforce称,三星300米制造工艺的良率为60%, 相比之下,台积电300米工艺良率在70%左右。 据报道,台积电已经使用数位孪生技术生产晶片。 另外,韩国间谍机构三月表示, 自2024年以来,朝鲜支持的网络骇客已经渗透了两家韩国半导体设备公司, 或是为了窃取韩国国内晶片制造项目的讯息。 韩国国家情报局没有透露骇客组织或目标的详细讯息, 只是表明,犯罪分子的重点是连接互联网的伺服器。 该机构补充说,朝鲜可能已经开始准备生产自己的半导体, 因为制裁导致朝鲜难以采购晶片。 韩国间谍机构称,朝鲜可能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将网络攻击的重点放在晶片领域, 以满足卫星和飞弹研发的更大需求。 朝鲜方面一直否认参与网络犯罪, 尽管朝鲜被指责发动了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的网络攻击。 韩国国家情报局还表示, 朝鲜在2023年12月和2024年2月渗透了两家公司的伺服器, 窃取了其设施的产品和生产设施的蓝图。 韩国国家情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骇客采用了一种被称为Living off the land的LOTL技术, 最大限度地减少恶意原始码, 并使用伺服器内安装的现有合法工具, 从而难以用安全软体检测到, 建议各韩国公司采取预防措施。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